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Microsoft Jackie 我在微軟是負責Azure區塊鏈的產品組 我特別著重在相關的商務模型 還有亞太區的客戶 非常多 我滿驚訝 看到還滿多人留在會場的 相信你們真的是真愛 我可不可以先快速問兩個問題 因為今天其實原先準備是40分鐘 但是因為專家比較多 我需要把它縮短 所以本來要做一些實際的展示 我要把它變成截屏的方式 那我想多了解一下 知道你們的需求 知道等一下怎麼做調整 第一個就是你們比較想多知道 企業怎麼去使用區塊鏈一些相關案例 然後你們可以帶回去使用的 可不可以讓我知道一下 好 有部分 OK 然後有開發過以太坊智能合約的 其實也是有一定數量 好 然後也想多著重在開發這塊的 好 那大概知道 那我先可能會多著重講來一點 企業這邊相關的應用 然後同時介紹一下我們公司 針對區塊鏈的一些相關的服務 好 所以雖然我們今天談滿多 包含這個Token 然後這個代幣 實際上Token它並不是只有幣而已 Token的應用方式對企業來說 有非常多很有趣的使用案例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我身上這個名牌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Token 它代表了我可以進入這個會場 對吧 你們也有一個名牌 而且我們這個名牌 如果今天我這個牌子給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坐在講師區前面這邊 所以我這個可能還有不同這個Token 它有不同這個權限 這是一種Token 對吧 那如果你今天你要這個預定 我舉個例子 Apple手機好了 你可能要先提供你的這個手機號碼 或者是身份證 然後它把它綁定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號碼 然後讓你去排隊 這也是一種Token 代表這是你的一個權利 但是你這個Token 你是沒辦法給其他人的 因為它已經跟你的這個資訊去做綁定 我再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我來發幣 每個人發一個幣 那我這邊放兩個地址 一個是我 那另外一個可能是 譬如說CSDN 蔣濤 讓大家來選誰比較帥 你們就把幣轉過來 轉到這個位置或轉到那個位置 你也可以不投 它是不是就變投票了 所以實際上 對企業來說 它去看到Token的時候 它不會像很多人是想到 我們拿來炒幣 對吧 拿來它的這個價值 它實際上是有非常多 可以使用這個場景應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代表資源 它可以代表你的存取的權限 它可以代表你的數字的資產 它可以代表你的身份 它也可以代表它提供的一個證明 所以這個其實變化會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在導入企業區塊鏈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建議 因為微軟它比較鎖定在這一塊 另外我們希望這個是一個 我們把它看成它是一個分散式的數據庫 如果今天這個數據庫呢 比較不適合 就是只有一方去持有的時候 那你可能用區塊鏈是非常適合的 比如說以銀行為例 銀行資金的轉帳資料 它可能這個銀行的客戶 轉給另外一個銀行的客戶轉帳 另外一個銀行的客戶又轉給了另外一個銀行的客戶轉帳 中間這個轉帳資料放在某一家銀行都不適合 這是用區塊鏈是最好的這個方式 像我的客戶裡面還有包含這個海運公司 海運公司它就複雜 它的供應鏈很複雜 它可能有倉庫 然後它可能有港口 然後它可能還要再轉送給這個其他的這個貨運公司 中間有非常非常多 如果數據只放在其中一個部分的話 它實際上是很受限的 像這種場景也非常適合企業這個區塊鏈 那這是剛剛提供的一個服務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產業在使用不同的場景 其實非常非常多 就我自己所看到 全球五百大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公司 已經導入區塊鏈 我說的導入可能就是說在進行POC 或進行在Pilot 那實際上也有很在做這個實際上 已經production的 我等一下會做分享 以我自己看到的這個 微軟公司內部為例 超過100個項目跟微軟在合作 非常非常多 那當然它裡面不會只是只有以太坊 它可能有些是用超級帳本 可能有些是用R3的Coda 但是我們目前看到 在不同的區域 它對不同的區塊技術各有所好 那我舉幾個例子 這個是我自己的客戶 新加坡航空 那新加坡航空他們是在每年排名 就是幾乎是第一名客戶滿意度最高的 他們很注重客戶的這個需求 那他們怎麼用呢 他們第一個想的是 特別是他們是用以太坊 以太坊的這個Token的概念 這麼有趣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拿來 協助我們叫Liquidity 把它們的里程 可以把它很容易的流通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在想 可能大家在搭飛機的時候 你會累積里程 你用營養卡 信用卡的時候刷卡 你也會有一些積分 這些很難用 你不覺得嗎 你要到他們公司的網站換個機票 然後好多的手續 你都會很懷疑 這些航空公司 是不是故意不想讓我們去換這個積分 對吧 那他們想的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們想的是 是不是有可能 讓它的里程 可以像支付寶和微信一樣 你可以拿去買珍珠奶茶 你可以去剪頭髮 對吧 你可以付你手機的費用 然後你可以去吃飯 你去做SPA 他們做到了 三個月的時間 他們三個月的時間都做到了 那它怎麼做的呢 它建立一個區塊鏈的網路 然後它可以允許 它的不同的partner 去把它救援進來 那救援進來之後呢 當然它中間有做一些 根據區塊鏈的特性 它有做一些區隔 如果今天是比較大的 譬如說是銀行 或者是這個酒店 它可能需要他們各自有節點 去同步這個數據 但是對珍珠奶茶店 你想想看 珍珠奶茶店可能路邊就一家了 你叫它放一個節點 這不是 這個腦子有問題嗎 他們根本付不起這種成本嘛 所以這種珍珠奶茶店 最適合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早上有聽到的 我們叫Light Climb 其實它其實只要一個 簡單的錢包的功能 可以接到這個區塊網路 去做轉帳 然後去做這個處理的功能 就行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你們可以到App Store 上面去搜尋 Google Play也有 它叫Chris Pay Chris Pay是新行的 它的一個積分的支付系統 你可以把你的積分 直接轉成它的Token 你這個Token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個掃 掃二維碼的功能 使用起來跟支付寶一模一樣 所以你只要走到賣場 對吧 你看到一個叫共茶的 這個珍珠奶茶你想買 你就跟他講說 我要用Chris Pay 他給你一個二維碼 你一掃 你就拿一個那個 珍珠奶茶就回家了 好 這是一家真的很有良心的企業 我離開新加坡十幾年了 我積分還可以用 去新加坡的時候 我還特地測試了一下 這是Chris Pay的 他的這個運作的方式 那我另外一個客戶是日本鐵路 這JR 日本的這個Train 是世界上最忙的 特別是他的新宿站 他每天有非常非常多人 他們現在在做什麼呢 因為明年是奧運 2020 在日本 東京 他會有很多的旅客過去 他想要去方便他們去使用 他們整個的運輸的系統 所以他們在做一個系統叫做 Mobility as a Service 這是一個智慧程式的概念 他們在做什麼呢 他們想把不同的交通運輸 做得跟雲計算一樣 你可以用Pay as you go 你需要的時候 你再付錢 其實我們現在做DD 已經有點像了 對吧 你需要的時候 你接著一台車 你就付他的這個 走多少時間 多少路 那你就付這個錢 這就是他的這個 一個很基本的 一個Pay as you go的方式 但是Mars 他想要處理的是 他可以把它全部整合起來 所以譬如說 你今天要從機場到酒店的時候 你中間可能要先到他的電車 之後再到轉接巴士 然後再到他的這個酒店 中間其實他是有不同的供應商的 你可能要到不同的地方去買票 對吧 如果你是用支付寶回微信的話 那他們想做的是什麼 把這些票券也變成Token 直接可以傳送到你的手機上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到櫃台 你直接就可以在上面直接購買票 這概念很有趣的地方還有什麼呢 他甚至有SLA 我們雲計算最有趣的就是什麼 SLA 保證 對不對 就是三個九四個九 他SLA是透過保險來完成 所以你在購買這個票的時候 你還可以加上一定的費用 我要保險 如果今天這個Train 或者是巴士Delay的時候 Delay超過一定時間 他送你出租車的Coupon 那當然這邊就把它接起來 那像這個後面接起來 那程度會非常複雜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以日本的巴士公司為例好了 超過五千家 所以如果你每個人都是用API對接的話 它的程度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但區塊會提供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把它全部接起來 這是他們目前在做這個項目 在這個項目裡面有很多非常大的公司 日本提到瑞稅銀行 Toyota現在正在談 還有Nissan的保險公司等等 都在裡面 那這個概念實際上並不新 並不新 在歐洲已經有了 這是歐洲很有名的一個WIM 這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它可以允許 就像你去找這個新地點的時候 它的中間 你有的交通選項選出來 然後你可以直接用訂閱的方式去做訂購 只是這個WIM它並不是基於區塊鏈 日本它們現在在著手第一個 區塊鏈MAS這樣的一個服務 Moog 大家可能沒聽過這個 對吧 但是F-15、F-16這些戰鬥機大家聽過吧 Moog是做F-15、F-16這些戰鬥機的OEM 那他們以前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飛機 飛機就是要飛嘛 到處跑來跑去嘛 你可能要出任務 你可能在夏威夷 你搞不好在太平洋上 你搞不好在歐洲 但是你裡面的組件 如果需要維修 有問題怎麼辦 你總不可能在美國生產好了之後 再慢慢的把它送過去 來不及 所以他們一直想做一個東西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把它跟3D打印機 還有金屬粉末去做結合 可以 他們做到了 但是在做結合的時候 因為他們畢竟是OEM 他們把他們的設計圖檔全部上區塊鏈的時候 他們也會擔心 之前如果沒有上區塊鏈的時候 他們會擔心 那這些軍方或者是購買方 會不會是用了他們的圖檔之後 多達幾份 比如說我本來可能我擾流板需要更換了 我可不可以多達兩份拿出來 放著 所以他們其實打入區塊鏈有一個優點 第一個 數據傳輸過程不會被篡改 第二個 它可以防止Double Spending 所以它這裡面結合了蠻多東西的 所以它在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叫做Digital Twins 我們同時有結合了AI 所以每一個組件在我們的語音上面 會有一個它的分身 然後它會根據它的使用的出勤的狀況 它的維修的狀況會預知 它大概什麼時候需要更換零件 然後它就會去通知這個管理者 管理者收到通知之後 它只要掃這個飛機上面這個組件之後 它就可以從 可能是航空母艦上面 或者是基地的3D打印機 把需要的零件去把它打印出來 所以 像我所看到 這種企業區塊的應用 非常非常多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像我們客戶裡面包含星巴克 包含3M 你們如果在玩Xbox Xbox裡面的做這個清算的系統 已經都是用區塊鏈了 然後我的客戶裡面還有包含小米 然後還有非常非常多 所以其實大家不用擔心覺得說 使用的人不多 其實現在真的在蓬勃發展 比較注意的是 這些應用比較多 現在都是在我們所謂的 聯盟鏈、私有鏈裡面 為什麼? 因為現在供鏈的速度還跟不上 就像我們以前 Internet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都在 自己的公司裡面拉網路 但之後全部都會上Internet 我覺得這是我們認為 以後的這個趨勢 大家為什麼 可能大家聽到了 那一般的中小企業 為什麼落地的不多 我們根據我們經驗 如果跟很多這個客戶談完之後 他們都會說我們要區塊鏈 我們要組成一個聯合合約 但是你談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 他們要的東西是這麼多 裡面很多問題 但是對微軟來講 這是一個機會 比如說它有什麼問題 用戶丟失密要怎麼處理 你想想看 今天一個銀行系統 導入了區塊鏈 然後給你這個以太坊的地址 然後跟你講 你要保存好你的地址 跟你的密要 萬一不見的話 你銀行裡面的錢 可能就照不回來了 你能接受嗎 我不知道 我媽媽80歲了 她可能沒辦法接受 這種密要不見的問題怎麼辦 那他們通常可能也會想 那我今天這個區塊上面的交易 是不是可以跟Hotube 跟這些數據庫 可以去做 做查詢啊 做大數據的這個分析啦 然後如果今天 客戶需求量很大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 快速的去部署到不同的地方 我可能 我日本有客戶 我要快速那邊部署節點 我要在非洲有客戶 我要在非洲部署的節點 這就是銀行計算它的好處 那裡面還有包含很多 包含效能 隱私等等 我這邊我就不多說了 但這些對我們來講 是微軟 我們認為所看到這個機會 所以 微軟有一個很特別的定位 就是說 微軟不至於做自己的鏈 我們不做自己的鏈 微軟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最近的幾年時間 變化滿大的 我們其實很喜歡電影明星 以前我們喜歡自己做電影明星 對不對 這個瀏覽器很興盛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一個IE 對吧 今天這個手機系統很棒的是 我們就要做一個Window Phone 但是現在呢 這個 我們想擁抱的是 我們如果今天像有以太坊 我們就去支持它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電影上映的時候 幹嘛呢 賣爆米花 19就是我們的這個爆米花 這是我們的這個定位 所以我們會支持 有不同的這個區塊鏈 然後有不同這個服務 這個時間 跟開發比較有相關 我就不多做說明 我明天會有一個Hands on Lab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去做參與 那大致可以簡潔就是說 我們會把很多的這個相關的中間層 跟應用層去把它打通 好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區塊鏈架 大家可以看到 實際上區塊鏈它可能在企業裡面 在Enterprise裡面 它可能是一個分散式的數據庫 但是呢它可能前面要跟這個 可以同時處理幾百萬筆的這個訊息系統 去做對接 後面可能它要去跟大數據去做對接 它可能要跟BI去做對接 它可能跟IoT 它可能跟AI 所以對我們來講 其實機會非常非常多 好 那如果從開發上來看 我們有提出了一個叫 Ager Blockchain Service 我以前就在這個團隊 那我們主要的功能就是把以太坊 打包成一個托管的服務 讓用戶可以很快速去使用 像Vitalik 他其實上有join 我們這個Ager Blockchain Service的launch 他還穿著我們微軟的T恤 那我這邊做幾個螢幕的這個screenshot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Ager的Blockchain Service的托管服務 換句話講 以前你要自己嫁解點 現在不需要 你只要指明說 你要選擇 你的這個 你要放在哪一個region 這個region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能要放在美國歐洲 或者是東南亞日本 然後你要建立一個這個聯盟 它叫什麼名字 十分鐘 你就可以把一個鏈去把它建起來 那建起來之後呢 裡面會有包含所有 跟PaaS 就是platform as Service 相關的服務 包含它的安全性 它的audit 它的monitoring 其實都很完整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下面會有一個 基本的這個block 這個explorer 這邊只要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從這裡面 我們有所謂的assess key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去存取區塊鏈的一個 一個入口 就跟我們今天 網站的入口是URL一樣 它是有一個assess key 你有這個assess key 你就可以開始做開發 十分鐘你就可以去做開發 那這邊舉幾個例子 還有一個就是 你可以在裡面做很多這個分析 這個部分 我今天只要來不及demo 所以我就先用畫面 讓大家這樣看一下 這是一個例子 當你有剛剛我們所說的這個end point 這是一個在assure裡面常見的 一個remix的開發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接到 我們剛剛所講的end point 你就可以去做開發了 大家看這個代碼 是不是很熟悉 所以如果你沒有開發過智能合約 你也不用擔心 這跟我們所熟悉的這個class C++的class Java的class 一模一樣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就可以跟剛剛所講的這個接起來 那metamask也是 如果你今天這個metamask 它是一個錢包的功能 你可以跟主網去把它接起來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這個都是測試網路 我們可以自己設一個end point 就我們剛剛把這個end point 去把它加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跟它把它接上 那你可以看到 我把我的metamask接上之後 除了這個以太坊的一些操作之後 我甚至還可以做自己的token 這是我們常聽到的這個token 那token開發很難嗎 各位 代幣是這樣子發的 ICO是這樣子發的 只要三行代碼 為什麼 因為現在已經都有library了 你就把library include進來 include進來之後 你要寫哪三行呢 第一個 你的名稱是什麼 比如說我把它叫mycoin 第二個 你總是要給它一個符號 比如說美元 我們是叫usd吧 那我們就把它叫myc好了 那小數點幾位 兩位 發佈到網路 你已經可以ICO了 一個代碼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大家去買幣的時候 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 其實它後面運作是這樣 但它裡面當然會有一些選項 我這邊就不多講 比如說你可以去印鈔票 你可以自己去把mint的鈔票 你也可以把它銷毀掉 所以你就等於跟中央銀行一樣 所以這跟以太幣概念不一樣 以太幣是平台級的幣 這個是token而已 好 那這個是我跟我們合作的一個open source的這個項目 他們是w3的lab 他們就做了一個這個叫 區塊鏈的瀏覽器 blog explorer 它可以透過這個endpoint 再把它接過去 所以你裡面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們剛剛所訂的這個token之後 它後面的一些交易的過程 那他們甚至支持smartcontract的metadata 你可以把它匯入進去之後 你都可以看到contract的名稱 好 那這是另外一個有趣 我們為人提供的服務叫large apps 所謂的large apps 就是可以把不同的組件都在一起 像樂高一樣去完成它的一個功能 但你不需要寫代碼 比如說我這邊用三個組件去把它接起來 第一個你有一個htp的要求收到 這很常見 你可能手機送一個htp要求 第二個我去連接到我的以太坊上面的smart contract 所以我在這裡面只要指定我剛剛所講的 我剛剛所說的這個endpoint 那我們要提供這個smart contract的ABI 知道怎麼去跟它去做對話 它的哪一個function return的指回來之後呢 我可以設另外一個組件說 送一封郵件給我 OK 然後這個郵件裡面呢 我可以在裡面去設定 把那個值放到那個郵件裡面 一行代碼都不用 你就已經寫成一個應用了 所以這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微軟的這個機會就是在這裡 我們可以有很多這種服務 幫你把它跟IoT結合 跟這個AI去做結合 跟大數據去做結合 跟BI去做結合 好 時間真的滿趕 所以不好意思我講比較快一點 那反正我跟大家都在群裡 如果大家對企業怎麼去使用這個區塊有興趣的話 那麻煩可以隨時讓我知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